兄弟们元气气是优化的一种暂时 它来了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有哪些优化了 第一点元气手册 无前置解锁条件 一键分享成就证书 哎兄弟们这好处就来了 只要你在游戏中获得成就 就可以简简单的把它分享给你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大神还是小神呢 第二点呢 也是元气手册达成成就解锁奖励 目前仅开放成就章节 不过说实话 有这些奖励我觉得就非常知足了 第三点也是元气手册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新增精手的拆卸功能 我们也是终于可以抵掉形式了 不再让别人看到我们有金手刀了 所以说各位有金手的大神们 赶紧行动起来猜血掉我们这个金手刀吧 第四一点呢 就是对于我们的技能升级和导师升级的效果调整 第一个调整的角色就是我们法师的二技能和一技能 第二个角色就是炼金术师的一技能 受散弹天赋的争议 凭责的数量再次增加 而针对于炼金术师三技能调整 按下键后消耗所有的层数调制药水 那这意思的话就是三技能减弱了 第五点的话就是武器的优化 第一个武器就是毒飞标的 新增蓄力条完美命中时产生毒圈 第二个武器就是我们的死灵法杖 可以召唤部分的骷髅获得强化 那我们这个死灵法杖就有完的了 强化后打包护时那绝对是尴尬的存在啊 第六点呢就是四个武器获取方式调整 量子手里键原本通过两个电弧就可以合成 现在的话可以通过进阶套餐配件 加上我们电弧手里键进阶获得 第二个就是冲箱四代了原本只能锻造合成 现在增加了宝箱掉落的途径 同样的方式我们的风势手键和有机后浪也增加了宝箱掉落途径 当然在这四个武器当中我最期待的还是冲箱四代了 第七点就是客厅证书强优化 元气联机强优化 最近通关记录的优化 这个优化就比较有意思了哈 基本上你可以看见你每次击打的怪物 或者说时间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说实话这一点的话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第八点就是我们联机新增战局勋章以及荣誉称号 乖乖有了这个以后 你在联机中到底是大神还是小神 所有人一看鞭子小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哈 那到时候咱们多整点战局勋章和荣誉操就可以了 第九点就是骑士修炼手册 从入门到精通 大家一定要样样精通 样样都有哦 这样奖励才会不断的 第十点就非常有意思了 周免西斗 每周轮化两个角色技能供玩家免费体验 这对于我们新手玩家 或者说没有这个英雄的玩家来说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哦 那到时候咱们去一起开个新套 再来闯荡一份吧 嘿嘿嘿 第十一点就是非常非常有人性化的了 快速化人不用推到主界面再重新选人了 哇那个乖乖 我等这个东西等了很久很久了 没想到终于被我等到它来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第十一点就是锻造系统改变了哈 调整了武器的锻造所需次数了 哇那个乖乖 这改变太人性化了 那接下来除了红武之外 其他武器获取都是非常简单的了 我的天哪 第十二点就是关卡类新增临时争议 这种临时争议可免疫三次伤害 或者到即使结束后自动消失 哇那个乖乖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哈 接下来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到新冠介好直接被秒的风险了 第十三点呢 就是我们奸商NPC业务能力提升了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 奸商不奸 不是奸商 第十四点就是血网模式新增NPC薄系人 可以花为金币有开率提升武器的抵御威亚值 新增商人 消耗水晶必定提升武器的抵御威亚值 新增占卜师消耗水晶 随机临时屏蔽一个负面因子 好了各位小朋友们 以上十四点就是我们今天优化的内容展示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